对于台铁也传出来了 有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有女性的旅客 在上厕所的时候 男性的列车长 强行把人家厕所门打开的情形 之前不是还传出来说 有女性的乘客 在哺乳树里面哺乳啊 结果呢 有男性的员工 强行把门打开 那时候搞了一场大乌龙吗 台铁现在呢 已经紧急拟定 要把这个哺乳室啊 女生厕所的标准规范 全部都改掉 以后只要强制开门的这个动作 都要由女性员工来执行 会不会太夸张 就因为女侧敲门太久 没人回应 自想号列车长 居然直接拿钥匙 将厕所强制开门 不过最尴尬的是 女侧里竟然还有 正在使用的旅客人 列车长是因为她有反应 她说事实上 她已经敲了两三次的门 然后也等了一段时间 都没有回应 然后她可能是业务上的需要 或者是为了顾虑到 旅客的安全 所以说她有用钥匙 把门打开 事件发生在上个月 东线自抢号的列车上 列车长查票时 发现厕所内有人 而且敲门很久 都没有回应 依照自抢号的说法是 担心旅客发生意外 才会静止打开厕所门 然而如果根据台铁 标准作业流程 应该怎么做 都没有回应 那也要请我们女性的服务人员 来使用钥匙开启 台铁强调 对号列车上 都有女性服务人员 后来碰到类似情况 应该先敲门三声 未过回应后 还必须先等两分钟 然后由女性的清洁人员 陪同开门 即使强制打开厕所门 也必须先开一个小缝 由清洁人员确认 是否有人在使用 确定没有人 才能够全部开启 未来包括哺乳室 也会使用同一套标准 作业流程 以避免类似误会 再次发生 中天新闻 杨洁明 特别不懂